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长大了出嫁了 两个人也可以好好地过二人世界 可是婆婆偏不同意 三天两头闹着要孙子 小强和妻子想了一下 就随了婆婆的心愿吧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备孕 可是没想到这次怀孕 却让小强永远失去了妻子 三个孩子也彻底失去了母亲 分娩那天刚过了一个晚上 妻子就出现了大出血情况 而且引发羊水栓塞 经过值班医生和护士的一番权力抢救 妻子还是没能苏醒过来 现在的小强每天带着三个孩子 一想到妻子的离世 眼角就不时泛起真真泪花 看到这一切真让人心里很难过 原本多么幸福的一个家庭啊 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好了 本期孟妈小课堂就先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对本期视频有什么见解 欢迎转发或者在视频底部评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